哈喽 大家好 我是冰河 现在咱们来到粒子地里啊 大家看一下 这些的话大部分已经老熟了 啊 老熟之后的话 咱们就要控烧了 我们要打一下这个啊 以犀利跟多效作啊 前段时间一直跟大家讲啊 以犀利都要做的话 咱们那个含量啊 浓度啊 都打啊 今天呢 再大家讲一下 啊 以犀利的话是40%含量的 咱们打的是18到20毫升 如果是多效作15%含量的 咱们用的是30克啊 两个混合在一起兑水30斤啊 打30斤水的那个啊 喷雾气啊 这样的话就会把那个烧就控的比较老熟 等到下个月12月多 12月月底的时候 他就会萌发啊 出这个啊 花税啊 就会开花了 所以一定要控制的好 让他老熟啊 今天的话咱们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还割技术啊 我们还割了 今天的话 准备还割那些小数跟大家看一下啊 像这些枝条 小的枝条啊 它长得很旺盛嘛 啊 大家看一下啊 是蛮多的 所以我们要把它还割一下 咱们拿了还割刀二号的啊 这个是三号的 然后这个是二号刀啊 所以说 如果你那边有的话 直接用就可以 这是三号的 三号的话 搞大数 啊 二号的话 搞小数了就好了 咱们来搞这一棵树吧 这个树比较小 咱们用二号就好啊 咱们螺旋还割啊 螺旋也 也一点五千就可以了 螺旋还割啊 大家看一下 基本就是拿那个二号刀这样螺旋还割啊 一点五千就好啊 大家也看到了啊 一直还割啊 这里有 四五根这个枝条 咱们就全部把它啊 还割啊 不知道你们的有没有还割了 所以说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还割了 尽量要还割啊 要再打一下这个啊 啊 以稀利跟独销做啊 大家也看到了 所以说管理地址这个是还是挺费功的啊 也挺多事的啊 照控烧这一步很关键 控完烧之后 如果出发之后 到后面还要再 再搞一下控这个花税啊 要能短一点啊 这样的不爆花 所以说搞粒子 嗯 一定要有耐心啊 咱们就先还割吧 大家看到了 如果你的还没有还割 尽快还割啊 啊 现在的话就不要淋水 也不要吃肥了啊 咱们等到下十二月 十二月三十几号的一月初的时候 咱们再四点肥给他啊 这个就是粒子还割了 目前要做的事啊 基本就是还割了 大家也看到了 刚好 割到那个木制部就好了 剑剑木制部 剑白啊 螺旋还割 螺旋1.5000要隔离这两条线隔离的话 有 啊 七八公分 有七八厘米这么长就好了 就是两条那个螺旋 七八厘米这么长啊 也不要太短 也不要太长 一定要控制好这个距离啊 今天呢 跟就跟大家讲这么多啊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我是Bingo 的 呃 焦 english的 喔 hyd 诶 o , із 这 实际 sempre 还